为了搜狗经营权 去年12月18号的这场公厅会 由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帮忙开 以及国民党廖国董也有出席 两人有百万的出席费 但民进党苏正清居然没有露脸 就能拿到两百万的写筹 李恒隆先生说跟我们苏正清委员 是比较好像有长久的交情 尤其他对他的信任度比较高 检调也曾监听到李恒隆大抱怨 某些立委没到场也要收两百万 参与过程有够烂 甚至标骂三字经 嘴上骂归骂 但继续花钱交朋友 李恒隆行贿立委 价金约共计三千一百五十万元 光是苏正清一人就占了两千万 是当中收最多 检方加码分析 汇款价码是以交情跟出力程度来区分 这两人认识时间最长 从2014年起 苏正清就陆续收支票约一千八百万元 加上没出席公厅会 还能拿到的两百万共约入贷两千万元 身为民进党同党同志 怎么问也只能低调回应 同样也很尴尬的还有八月纪律委员会周围 就是涉滩的廖国洞 不过依照法规不得参与此案审查 记者史文贤 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